有北洋老師的角色 這很經典嗎 她是孩子的媽 三個 她是孩子的媽 對不對 她是孩子的媽 她是三個 妳幹嘛跟小孩子聊生活裡之事 就是孩子的媽 孩子的媽 她是演媽媽媽 她常常 常常 所以說她是孩子的媽 她經典的孩子是這樣 因為她都演爸爸 你說她的經典的孩子 就說別人是孩子的媽 對 北洋是這樣嗎 比較人知道的是庸父 就是蔣林美秀 我可能會愛這個庸父 這個庸父 她是孩子的媽 庸父就是平庸的婦人嗎 對... OK 那潘妮應該知道她的角色的名字囉 那個啊 宥卿的爸爸 叫做 她們在戲裡面都是說宥卿 真的 宥卿吧 就是宥卿 你拿到劇本的時候 沒有你自己的名字 那就是陳爸 我就叫做陳爸 陳宥卿的爸爸 陳媽 然後你是常常跟林美秀 搭檔演夫妻嗎 對 從第一部電影聽說 我們兩個就演彭于晏的爸爸 然後後來又在電視上面就是 我可能不會愛你 林依晨的爸爸 媽媽 你們兩個生出彭于晏 沒有觀眾有人養 還是林依晨 看電影會覺得一頭霧 有人養 超現實的一部電影 就是逮族出豪損嘛 也沒辦法 就是我們兩個會生出最難備 對 美秀真的是一個好演員 真的是一個好演員 美秀就是跟總部 他們一起演總部師 最近很受歡迎 真的好演員 沒有話講 所以召喚獸 你們現在紅的程度是說 走上街頭就會有人 跟你們比召喚獸的動作嗎 所以田圓安你也覺得 最常被扔出來是中間 是小花 小花嘛 她叫小花喔 對 外號 為什麼 要講嗎 很無聊的故事耶 就是以前國中的時候 懶頭髮 然後把它剪掉之後 就變一點一點像花了 他就叫小花 就我們自己家家講的 那也不用這樣啊 可是小花你有很怕被定型嗎 還好耶 小花最近有一個受傷的經驗 小花去百貨公司逛的時候 被桂姐認出來 可是好像遭到了不友善的對待 就是那個人說 你看那是召喚獸誰誰誰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我不喜歡他 然後就是 我就想 可是小花出了名之後 就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評論耶 現在開始有路人 會在你們那邊留言罵你們嗎 我還好啦 都是比較正面的 那有沒有人很愛你 我會說真的愛那種 就是要得到你的愛 沒有 沒有嗎 就是紅了以後 然後也沒有人說 我就是要把你拒為己有啊 什麼之類 他比較可怕 有人寄那個泳裝照給他 男生 什麼東西 泳裝照給他 他有男生緣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阿德收到的是 男生示愛的照片 泳裝照 常有嗎 對 在哪裡收到 FB 對啊 然後他們的意思就 然後我就會給他們看 所以你這樣不是比小花 等於有占到便宜嗎 就是不會要對你獻身 不是 因為我已經30歲了 我都沒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我也不想交男朋友 你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 是在戲裡面嘛 還是...真實 你沒有交過女朋友 就沒有道理啊 對啊 其實我不太敢跟女生... 所以你是說你 你從來沒有跟女生 發生過親密的行為喔 他可能沒有交... 他可能沒有交往過 跟他可能就是殺人無數啊 你不知道 他不一定沒有發生過親密行為 所以是哪一個 都沒有嗎 這很丟臉的事 然後... 你很...沒有丟臉 這是創紀錄耶 康熙應該沒有機會遇到30歲 對...那到現在還是在世南喔 在世南 之前有一個歌手是嗎 新加坡的歌手 黃靖倫 黃靖倫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過了一下...也過了一陣子 我們不確定 不是在背後再討論別人嗎 這個話題是你先開的這個討論 沒有 因為對於... 因為對於約翰臉 這樣整天在酒店裡的人 他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會有人... 沒有... 你能理解他 從來沒有過嗎 這不好理解 可是你為什麼要講出來 其實我也不太理解漢典哥 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你憑什麼 沒有... 也沒有下次了 沒有...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不說你人不分 你說他憑什麼可以去Motel 跟女生怎麼樣是不是 而且還很正 對 對 我看了那時候報紙一打開我想 第一個想法不是想說 和漢典哥做這種事情怎樣 沒有 我只是第一個想法想說 憑什麼 沒有... 可是阿德比較傳奇 他的外型沒有道理單身這麼多 因為你要說他是黃立行 好像也有一點可以走那個路線啊 你再講一次 沒有... 沒有 阿德你外型很好耶 你為什麼會不交任何一種朋友 我不是不交我也有追過女生 但是就是大部分可能就是 都不了了之 小花也有就是... 他要去夜店過啊 對啊 你帶他去夜店 你比他還有資歷嗎 因為我女生朋友比較多 你去夜店也是穿這樣的打扮嗎 真的耶 不會啦 他是造型的就是這樣 你又給小花弄一個神龕 他就是直接從神龕裡面走下來 神像 所以你去夜店都玩什麼啊 我就喝飲料啊 然後會跳舞嗎 年輕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12歲... 5歲、6歲 你是跳韓國女偶像的那種舞蹈嗎 不是 那太可怕了吧 蔡依林的 Grooving而已啊 律動 Grooving 就是左右這樣擺動是不是 不會太誇張 小花會Grooving 大佐 小花是腳 沒有啦 小花是腳 這不是... 那不是我帶我的歌 我聽好對我 那就是韓國女明星的命種 不是 明明就是 小花跳得超好看的啊 是... 所以你帶阿德去阿德不跳嗎 就我都把我朋友介紹給他 然後他都把我朋友嚇跑 對 他都會介紹說 女生朋友給我 就他都會直接說 我要娶你啊 什麼之類的 我朋友說你介紹這什麼人給我 給我講出來幹嘛 所以想說 我完全是在那裡 他不會表達我 他介紹女生給他 他就跟那些女生說說 我要娶你 怎麼可能 我有叫女朋友 連見面都沒有見過面 你是在開玩笑嗎 阿德 開玩笑 對啊 尤其很不好好跟人家認得 對 不是不認真 是 因為我跟他不認識 然後我想說就是要先開玩笑 堅定尤其 可是我不知道我開了玩笑 他就不理我了 不認識他 他說 我想娶你 人家當然不會跟你 我不是直接講說我想娶你 可能前面就是開了一連串的玩笑 最後覺得他都覺得不好笑 然後我想說 那這個會不會比較好笑 結果人家就... 這個真的不好笑 對 好笑 其實你要講笑話是這樣 講笑話一定要帶有一點顏色 那個笑話才好笑 那個笑話才高級 你沒有顏色就不好笑 所以常青大哥 你可不可以示範 不要太低級的笑話 我太多 很低的 很多... 有沒有是可以播但是... 不可以播的 都是很好...很好笑 這超級好笑 你要講一個不可以播的嗎 你看他沛逸心通通是我徒弟耶 真的嗎 你講一個 我聽 不行了... 沒關係 我們會幫你剪掉 不要... 我剪掉不行了 他真的很愛...很愛吃 趙晃明 假扮汪建民分身 何兆千平將要來 我很想演... 就像那個變態唱 對 或者是演那個... 就是警察 有人在路上就想說 我以為他們認出我了 他說你是那個...汪建民嘛 我說不是 你就是鐵頭啦 對啦 汪建民來 我給你拍個照 我沒辦法還是... 以汪建民的分身嗎 對啦 以前... 以為他欠你了嗎 要欠我還是欠王建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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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